大家好 今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新的绿卡排期 2019年6月的 那么对于职业移民的类别 EB1第一优先 包括杰出人才和跨国公司经理等等 这个排期仍然没有改变 还停留在2017年的2月 从今年3月的时候 排期就是这样的 到现在也还没有变化 那么相比之下 对于EB2第二优先 包括雇主支持的Perm 和自主申请的国家利益豁免 NIW这个类别 这个排期有较大的速度的前进 前进了两个多月 到了2016年的8月1号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今年3月的时候 EB2类别的排期 还只到2016年的1月1号 此前还是2015年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2016年8月1号 和EB1的排期相比 只相差6个月左右了 那么此前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和预测里面 也讲到过这方面的趋势 大家可以参考对照一下 EB3类别排期前进了将近一个月 到2015年的9月15号 而对EB5投资移民 排期前进仍然十分缓慢 停留在2014年的10月 目前对于投资移民 美国政府官员官方预测 是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排期恐怕要16年以上 然后有的申请人方面 比如说微信公众号等等 预计排期有可能会超过20年 甚至更长 另外在亲属移民方面 排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前进 值得注意和强调的一点是 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这个排期有较大幅度的前进 前进了一年多 到了2019年的3月8号 距离当前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们会有另外的视频 专门的介绍这一点 请大家注意 那么以上是排期的基本形式 这些排期相关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分析 评论和对未来的展望呢 首先呢 我们估计EB1类别的排期还会停滞 或者只有缓慢前进 美国国务院负责制定排期的官员 奥本海默 他在和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沟通中 是这样讲到的 同时呢 我们注意这个月 2019年6月最新的排期呢 印度的EB1类别排期出现了倒退 就是原来呢 中国和印度排期一样 所谓中印捆绑这个局面呢 改变了 印度的排期倒退到了2015年的1月1号 这说明什么呢 两点 首先呢 来自印度的申请人数量很多 为什么呢 一会我们还会提到 然后呢 第二点呢 那么现在印度的排期早 那么如果有所谓的剩余名额 可能也会更多的归于印度 那么这样呢 留给中国申请人的EB1的绿卡名额 恐怕数量呢 剩余名额就会比较少 那么相应的呢 也就影响到了中国申请人的EB1类别的绿卡排期 我们需要注意到呢 除了中国印度以外 来自全世界 其他国家EB1都有排期 现在排期到2018年的4月 就是说距离当前日期超过一年 同样呢 也说明EB1的申请人数量很多 相比之下呢 EB2类别排期呢 有可能会继续前进 这个也是美国国务院的官方预测 目前EB1和EB2 职业移民的第一优先和第二优先 或者说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NIW 之间呢这个排期只相差6个月左右 这是目前的情况 那么以后呢 有的人讲到说符合EB1类别的 基本都符合NIW 所以呢 他们可能也都会申请NIW 这样呢 虽然目前排期接近 以后还会拉开很多 我们估计呢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可能EB1和EB2的排期 仍然不会相差多少 会比较接近 我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预测呢 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呢 对于EB1类别绿卡明额的需求 一个大头是EB1C 跨国公司经理 这里面呢 有很多来自印度的 来自中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的其他类别 职业移民排期很长 超过十年 很多印度申请人 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想方设法呢 还要符合EB1C的条件 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量 也在大幅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EB5投资移民 现在排期至少要十几年 那么投资移民的申请人 有的已经上传了 已经申请了 而且不是那么容易 停止放弃的 不管是从退款角度 还是说已经花了这个功夫 还是说为了子女 将来的出路问题 那么很多这里面 这些申请人 我们知道EB5 因为有将近十万吧 中国申请人 这才造成了排期很长 那么这里面相当一部分 可能会考虑 改按照跨国公司经理 L1 EB1C的途径 来申请绿卡 这一些人呢 这也造成中国的 EB1C的需求 数量迅速增加 除此以外 还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 比如说来自英国 就有很多印度 巴基斯坦等等 南亚裔的申请人 或者来自加拿大的 欧洲国家的 他们也可能会申请EB1C 而且根据美国政府 公布的数据 占据的名额 数量也还是比较多的 除此以外呢 对于EB1A 杰出人才不仅仅限于理工科 科研人员 有艺术类的 体育类的 经营管理类的 等等申请人 这个呢 大家看移民局公布的判例 就可以了解到 这些人也占了 EB1A申请的相当部分 很多人符合EB1的条件 但是呢 不一定符合IW 当然要看具体情况 多人出于他们的偏好 不一定会申请IW 那么这个呢 也造成了 不是每一个符合EB1条件的人 都自动符合NIW 最后我们看到嘛 这个数据反映 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 EB1杰出人才类别 都有排期 中国申请人恐怕 能拿到的剩余名额很少 供需关系 造成呢 EB1和NIW排期 会相差多少 我们知道呢 对于来自世界 其他国家的人 EB2类别 NIW和Perm 反而没有排期 还有一点呢 关于EB2 EB3这个类别 尤其是EB2类别 排期将来的走向 看到呢 大家可能听说 最近一段时间 比如像H1B签证 现在呢 被拒的情况比原来更多 尤其是来自IT公司 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公司 比如说Amazon Facebook 当然也包括很多 所谓叫ICC 这样的这个公司 那么H1B批准比原来难 相应的呢 EB2的批准 和对这个EB2类别 绿卡的需求 将来呢 可能不会那么多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 符合EB2的要求 并且能够一直在美国工作 等待这个绿卡申请的 这一点呢 也可能会造成 对EB2 包括IW类别呢 这个绿卡需求的数字 增长没有那么多 那么对于申请标准呢 估计啊 像大家讲到呢 有更多的人可能会申请NiW 那么相应的NiW的申请标准 也有可能会提高 原来符合这个申请标准 将来未必仍然会符合 总之呢 我们想这里强调的就是说 不能刻舟求舰 过去符合将来 不一定还能够行得通 比如爬山嘛 走的难的这个道路呢 不一定就比容易的这个道路呢 快方便 还有一点呢 我希望提醒大家 就是说呢 形势有可能会变得更差 需要注意 只要看其他的绿卡申请种类 就可以了解到 比如说 印度申请人的EB2 EB3 现在他们要等很多年 对吧 当然他们很着急 然后想了各种办法 游说 希望能改变法律 但是到目前还没有起到作用 同样呢 还有来自中国的EB5申请人 投资移民 那至少要投资50万 那你不能仅仅有50万美元资产全用来投资 一般来说至少要有上百万美元的资产 是吧 那很多人想到 那我们是中国的成功人士 美国不接受我们这些人 让我们等这么久 他还想不想混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结果是 还起等待时间 仍然很漫长 大家想了各种办法 但是呢 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那么这里呢 涉及到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大家从最近的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 也可以了解到 中国申请人啊 自己认为合理 并不一定是美国法律认可的 当然有的人会说到 我的绿卡申请不原来长 那我干脆不申请了 看你还能怎么样 那这个有一个大数效应 是吧 中国人口数量很多 那么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有的申请人说啊 我有美国的硕士学位 我有若干的论文发表 有一些引用 那我申请NIW 是不是十拿九稳的呢 不能这么说 美国呢 每年毕业几十万的硕士 有的人是计算机专业 或者电子专业的 在找工作上 可能有比较多的机会 但是呢 在申请的时候呢 那需要论证 你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此呢 请你留在美国 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可以豁免这个劳工证 这样的要求 同时呢 大家看到 因为最近的形势发展 有一些敏感专业 包括过去 不认为那么敏感的 比如和芯片有关的 CSEE等等专业 那么这个申请呢 也可能有更多的限制 以前呢 一些人认为NIW相对简单 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准备和提交申请 将来呢 申请人的数量可能会增加 标准也可能会相应的提高 比如像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 是吧 你说五年前 十年前 没有多久以前 房价还是很低的 那现在为什么涨了 不合理 是吧 我应该等着 它应该降到以前的价钱 让我来买 这个是可能是 你认为合理的做法 但是呢 并不一定是能够实际发生的 我们在这里呢 争取给大家提供一个 比较接近真实当前的形式 和对未来的展望 当然每一个人呢 可能有不同的计划 但是呢 那你至少要参考实际的情况 来对自己的将来做出规划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